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比较困惑的题目 就是抗议游行示威者反而将会帮助川普连任 那么很多人说这怎么可能呢 这应该是让川普落选呀 没有一定的道理 我是不敢放到节目里来胡说八道的 所以今天就让大家跟着我一起 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边的究竟 那么按照常理来说 美国越健康经济越繁荣 那么这个总统的连任的概率就高 如果美国越混乱 社会越动乱就业率越低 那么这个连任的概率就越低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川普今年是铁定没戏了 那么美国总共就一亿多 不到两亿的就业人口 现在有四千万人申请失业 那这失业率简直是史前最高啊 包括涉及社会 美国又发生了动乱 美国多少年没发生动乱了 这川普不行啊 很多人都是这个观点 我跟大家讲 你们是这个观点 民主党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有一点民主党到今天他都没明白 四年前他输在哪了 什么情况呢 这就是咱们中国啊 咱不得不说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中庸之道 民主党他不明白很多东西啊 初衷是好的你做过了就不行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说美国照顾弱者好不好 你没钱吃饭了 去这个食物银行 可以去免费拿食物 将来你有钱再还回去就可以啊 包括很多各种福利 生孩子福利 各种低保啊 非常好 帮助弱者当然好 可是呢 你现在在美国把一些人养成 就是说懒蛋 他拿着救济不去工作 吃着其他的纳税人的这个税金啊 不去工作成为社会的蛀虫 这就不好 再举个例子 抗忧行示威好不好 当然好 社会底层需要声音去反馈 需要展现我们自己的声音 需要表达我们的意愿 通过什么举行啊 当这个政府让我们不满意的时候 那就是通过游行 这没问题 可是游行归游行 你打砸抢烧就是不对 所以啊 什么事都讲了一个度 那么民主党当初啊 这个四年前失败 就是失败的 他这个度掌握的不好 他们把很多东西想的太理想化了 太调理化 他们觉得说好像是这样就可以这样 那样就可以那样 但是这个世间万物啊 阴阳是相互变化的 胜败也是相互转化的 说白了 民主党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实际了 他们其实看不到真正美国人民的想法是什么 这里边有一个概念 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叫做沉默的大多数 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听过这个词 什么叫做沉默大多数 就是有些人他不说话 他不发声 但是他在那里 他的意志通过某些不起眼的东西来进行体现 就是说你看新闻里边天天叫啊 天天喊啊 你看美国什么CNN啊 烂七八糟那种各种媒体天天喷川普天天打川普 当初竞选之前预测希拉里稳赢啊 结果为什么川普赢了 很多美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媒体是这个少部分的 真正的少部分的他们通过这些东西呈现出了一个状态 而且很多人还是被媒体所欺骗的 而这些人他们天天在媒体上看就进入一个同温层 就进入一个井一样的东西 他觉得啊稳了都是我的 其实呢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 人家只是平时不说话 但是该出手是就出手 该投票是就投票 所以最后川普赢了 这个道理放在我的节目也是一样的 你看我节目下面经常有一些五毛喷子啊 无脑喷 你就是这个 你就是那个 你多去读点书吧 你这不懂那不懂啊 一顿喷 可是呢你会发现啊 承蒙大家的厚爱 我的订阅还是慢慢在网上增长 这就说明什么 有一些人啊 他不留言啊 他不发声 他不评论 但是他在默默的看着啊 他认可 认可砖头 在这里呢 再一次呢 对这些默默支持我的 包括更多的 当然这个发声支持我 这个点赞的向大家说一声感谢 那正好呢 说到这儿啊 扯个题外话 正好说到这儿了 回答一个问题 前两天啊 就是我发了这期中国关于这个贸易协议的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下边就喷我啊 说 说这个你怎么不看个美国退群退了多少群 美国啊 你先去出售美国吧 你先去出售美国退群吧 你先去出售川普退群吧 那这样的留言太多了 我回复不过来 所以统一啊 我在统一说一下 我在节目里说了 违反契约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说川普没付出代价吗 川普付出了相当沉重代价 美国也相当付出沉重代价 好 美国中国是对立党 美国中国是战略对手 那么美国在打压中国过程当中 他需要欧洲 需要整个世界在压制中国 可是你看欧洲跟他一条心吗 如果不是新冠的话 英国啊 德国法国 德国都是跟他唱出一首戏的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川普之前退群吗 不就是因为川普喊那个美国优先吗 你说美国没付出代价吗 他付出了沉重代价 他的盟友 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体系 正在变得松散 他的团结力 没有到散架的地步 离散架还远 但是正在变得离心离德 这是很危险的 这也是他付出的代价 再退一步讲 还是那句话 美国吃屎 你中国就应该吃屎吗 你们这些人的逻辑 是不是就是看着美国吃屎的又好 那我们是吃的更香呢 这叫什么逻辑吗 这不是屎蛋逻辑吗 所以这个问题 类似这种的问题啊 什么美国怎样 中国就可以怎样 先去出售美国吧等等 以后这种问题我就不再回答了 因为太脑残了 天天就知道盯着别人吃屎看 你怎么不学人点好呢 美国好你怎么不学点呢 对不对啊 人要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 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啊 我们收回来说今天的主要内容 现在美国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情况是民族主义抬头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次的事件本来是一个民主党好好反击川普的好机会 用什么方式 用合理的方式 用正常的游行 扩大人群 你弄个几百万人上街 对合理的合理非 你也弄你跟香港那样几百万人 然后上街上走一圈 然后特别整齐 向美国向世界展示你们新旗 展示美国人民的决心 让大家想起来啊 川普现在上台以后种族主义太高了 不好 这是好的方式 这是有效的方式 这是真正能够威胁到川普的方式 就是放大川普的一些弱点和预期 可是现在就好了 这一打砸抢 广大的沉默的达到数的美国人 他希望的是什么 他希望 其实他不关心是川普还是离谱 他关心是有一个强有的领导人 维持他们安定稳定的生活 让他们的生活不被打搅 真正的美国人跟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说说这个美国人也是希望盼望着别人给他机会 No 我跟你讲 真正的美国人大部分美国人他不需要你给他机会 因为美国的社会体制很健全 也相对来说就对至少对于白人他们自己来说 咱们亚洲人有这个和其他异有这个透明天花板 这是事实 就说他们白人自己吧 他们自己只要努力 他们自己可以就是说获得上升通道 只要他努力他就可以 所以说美国白人他只需要的是说你们别打搅我 不要打搅我平均能生活我过成什么样是他自己的 美国是这个劲 所以说现在你越乱老百姓想什么 老百姓越乱就越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那在这一块这个民主党是稳输的为什么 想想奥巴马干这八年他干了什么吧 奥巴马这八年把美国经济基本上会糟尽光了 那么我这里让有张图你可以看一下啊 红色地区的啊基本都是这次这个啊 事情闹得比较凶的州比较凶的地区 其他的地方呢相对都比较少 你看看其他这个没什么事的这个地区 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统治的啊 都各级共和党的州长或者州议会啊 或者怎么样的都是这个共和党的 而红色区域都是民主党的 你们看一看啊 基本上是这样 有一两个个例子咱们不说 基本上都是这样 而且啊有一些原本是铁杆的民主党的州 就比如说这次的明尼苏达州 他啊从之前的铁杆民主党州变成了摇摆州 为什么这八年经济太烂了 老百姓要的是经济 老百姓要的是安定的生活 所以这些人你们越闹啊 越去打砸抢 人们就越说啊 那我要投川普 让川普稳定这个局面 所以实际上有一些美国人他已经觉醒了 他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在街上对着那些打砸抢的人喊说 别抢了再抢川普就连任了 可抢那些人拿着东西包 哈哈哈哈太高兴了 LV的包苹果的这个ipad 我平时买不起我都可以拿了 那鞋跟不要钱一样往家吧 平时哈 穿不起的鞋 甭管好大好小 你知道吗 昨天开始在一些地区上 就已经出现了非洲裔摆地摊 这个卖这些他们已经就抢回来的东西 他们不是自己需要 他们拿回来变现卖低价卖 所以说这些情景通过推特 通过Facebook通过很多东西 呈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时候 有脑子的那些沉默大多数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当然说川普是对的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 川普 我知道在黑川普的人眼里边 讨厌川普 所以说川普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有人能跟我一样 就是我相信我的视频的朋友 朋友们你们大多数都是跟我一样的 就是你能够看到川普这次的这个巨大的人格魅力 举个简单例子 昨天抗议游行示威者 离他只有几十米远 美国可是人人有腔的呀 川普老爷子 电视讲完话完以后 带着自己女儿女婿 我去那个白宫 白宫前面是一个公园 公园对面是那个教堂 人家直接走过草坪 完了以后穿过这个公园 就去那个被火焚烧的教堂门口 去查看情况 人家你知道当时的记者都疯了 我说川普干嘛去呀 老头一人就往外走 你这个安保怎么弄啊 记者就跟着拍 川普就走过这个 拿着圣经 就站在这个被烧毁在他面前 让记者拍照就说 所以你知道这种行为 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种行为 老头就是在赌 你知道如果说在外围游行示威者 他们身上有枪 那个保安是来不及控制的 因为他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那么什么狙击手什么都没就位 来一枪可能老头都没了 但是他就敢于站出来 你不管他是作秀也好 不管怎么样 他站出来 视频放出来了 事情做出来了 事情拖出来了 美国人都看到 你说美国人会怎么选 同样是领袖 一个是坐在后面 一个是站在前面 直面抗议示威者的武力威胁 你会跟随哪个 你会follow哪个 对不对 那这就跟我们小时候看 那个什么游击队 体道战 地道战的电影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反动派的势力都是 兄弟们给我冲 我冲上去给你十万大洋 两斤大烟土 都是这个 然后中国的这个共产党这边 都是什么呀 为了新中国跟我冲 都是站前面站前面 龙明大眼的 拿着举红旗跟我冲 都是这劲 对不对 你想想一个给我冲 一个跟我冲 它能一样吗 所以说到这儿 我想大部分观众 都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都明白为什么这些人 闹得越欢 打砸抢得越欢 美国就越需要川普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川普截止到新冠之前 他做得非常好 这个是硬伤 也就是说咱们换一个场景 如果说川普之前 截止到新冠之前 经济劈劈劈软 就业也一般 什么什么股市也一般 人说 川普说说 我会让美国再次美大 别人说滚吧 没人信你 为什么 你没做出来 你跟那吹什么呢 老拿大词 老拿企业文化 老拿大国梦来忽悠我们 我们受够了 我们不想被忽悠了 对不对 但是是人家 甭管用什么方式 甭管怎么样 股市在新冠以前历史新高 就业失业率 就业最高 失业率历史最低 美国经济快速发展 这些东西实打实的 虽然因为新冠前期 他犯了很多错误 为了保他的经济 他没转过窝来 现在他已经彻底转过来了 那你说这份答卷 美国老百姓傻吗 他会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看说 你看川普直到现在 就业率失利率这么低 老百姓会想什么问题 我跟你谈那句话 你把别人当傻子 别人怎么把你当傻子 你就是最大的傻子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老百姓 这个美国人他们算得清楚 知道川普到底是有几斤几两 所以老百姓知道他的选票该选谁 而且呢最后一点 就是其实现在根据我的观察 美国已经开始恢复理智了 在这几天 在抗议游行示威者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闪光点 只不过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左倾媒体 它不报道 你比如说有一张图片 说这个有一个警察落单了 为了防止他被愤怒的人群这个殴打 很多的游行抗议示威者 不管是白人还是非洲裔 就要拉起人墙 把警察挡在后面去保护他 还有一个人蒙着面 就拿那锤子砸路边的砖 把这砖砸碎了 意思就可以用来扔警察 结果这哥们刚砸一半 一群游行 旁边游行示威者看见了 把这孙子摁地上一顿踹 然后呢就抓起来 扔给对面的警察 把他给抓起来了 因为人们知道哪些人是真的因为义愤 而愤怒而抗议 哪些人是趁火打劫 唯恐天下不乱 美国正在恢复理智 而且美国也开始动用强力的国家机关 也就是军队 进行这个 控制这个安全局势 虽然有一些 这些说反对的声音 比如国防部是吧 有人说我们要保持中立 我们保持 我跟大家讲 还是那句话 你是高层军官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代表美国低层军官 你不能代表美国人怎么想 你真的知道美国人怎么想的吗 国防部这些人表态 你就看吧 最后实行结果 好不好 反正我知道的是现在华盛顿特区 美国的那个是第几空将军已经进去了 洛杉矶昨天逮了三千人 能想象吗 逮了三千人 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开着汗马 就上街了 那个车上都是那种自动化武器 还有榴弹发射的器 什么的 都上街了 局势很快会得到控制 所以这次事件 除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个安定的稳定的政府有多重要之外 对川普造成伤害了吗 没有伤害 反而让老头秀了一把个人魅力 秀了一把个人勇武 所以关于这个事情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是能够赞同我的这样的观点 同时我也欢迎一切 愿意和平讨论 真正咱们来聊问题的 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来进行讨论 我们来进行交流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也欢迎给我点赞 因为你给我点赞的越多 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支持 砖头在这里就谢谢诸位了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地摊经济 我们稍后再见